我們這段距離 用國中的做法確實是畢視定理 寫出話 必用這一個指教 三角形 畢視定理 你的這裡寫一邊 10 這裡 2 就算出來了 那這段題目 如果我加一個第二小題 來 第二小題 你們又在問你什麼 如果我問你們 我們的焦點到準線的距離怎麼算出來 我加一個問題 焦點到準線的距離 我想你應該也會用國中的這個方法 直接把它剛剛這一段 4 再加上這一小段 對不對 那這一小段是不是要用相似形 三角形 相似 它是不是整個這一大段的 因為是 2 比 5 所以是不是 2 倍 所以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是不是 4 加上 2 等 5 分之 是 2 倍 對 不過我也是想要問你們說 國中有沒有解過這樣的概念 這是一個 T 型 這是一個 T 型 這段 4 這段 6 所以我們要求的這一段 其實是維持在這裡 一樣它也是 2 比 3 的概念 我們要算的這一段距離 是不是可以等同於 其實這個性子的正義 跟你剛剛的過程一樣的方法去正 但是它的結論 重點就會跟我們那一根筆的結論是一樣的 你要求中間這一段 就等於 2 加 3 跟 3 乘以 4 2 乘以 6 這個規則有沒有解 可以喔 其實就這裡也是 往照上面的方式去正 每次要算出來就一步 就不用再分兩步 好 這個是昨天的行程 那我剛剛回到第 3 我講的第 1 題跟第 3 題 那我們就接到這裡 來 那就 1 3 5 吧 我講第 5 題 1 1 3 0 8 第 5 題 回到第 5 題 點 V 1 1 2 點 F 0 2 一樣 麻煩養成習慣 先畫個簡圖 從圖形上看問題比較容易 因為我這邊版片比較小 我就畫小一點 點 V 1 1 2 現在給你的是頂點 的話就是更簡單 焦點 0 2 焦點 0 2 它焦點在這裡 所以開口向 向 我頂點在這裡 1 2 焦點 0 2 開口向 左 把它開出來 這焦點 這頂點 對不對 所以我怕無心應該長這個樣子 是嗎 對不對 開口左右的 如果你從國中思維以前 叫 Y 1 等於多少 現在是不是寫 S 等於多少 對不對 所以你就寫 A 要先寫 C 看出來 C 看出來 C 向左 向左 C 就是 負的 向左邊是負的 對不對 我們向右邊是這樣的 因為連遲到國外一樣的情形 所以 C 是負 你這個是負一嘛 對不對 如果你要寫 A 是不是負的四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要用以前國中的寫法 我們叫 S 等於多少 現在和 Y 等於多少 現在改成 S 等於多少 對不對 0 點 0 1 2 X 是 1 所以 S 減 1 A 負四分之一 Y 減 2 的平方 你看你的對稱總是 Y 等於 2 對不對 幫助國中名 SY 戶外寫 如果我們現在習慣的寫法 就會把平方寫到左邊 平方寫到左邊 是不是就是 Y 減 2 的平方 那個 A 移過去就變成 4C 對不對 就會變成負四倍的 S 減 1 都可以 好 老師沒有規定說 理論上如果像這種左右形的 我們題目、課本出來都會寫 Z 上下形的就固定 上下形有時候它凸顯出 它是那個二次行數 它就會寫 Y 等於多少 有時候會寫 S 減多少平方 把平方寫左邊 這樣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老師把心就多結合起來囉 再來 我說心就要結合起來 我們往下看 來 譬如說那個表格 我叫你填表格的時候 你要能 我剛剛是給條件 叫你寫方程式 我們立題4 來 立題4 是倒過來 給方程式 求條件 我就寫一個 你熟悉的 來 S 平發 第二三次 第四個 S 平發 加2X 加4Y 減7等於0 這是你國中就會的 對不對 它是二次行數 我前面寫出 頂點 交點 整線 所有性質 所以你就回到你國中理會的部分 配方 是不是4Y 理論上 4Y 是不是一過去 負為S 平發 減2X 加7 對不對 下一步 是配方的時候 負的提出來 我在做你國中所欣的操作 對不對 我負的提出來 是不是就是 S 平方加2X 配方加2X 所以加多少 配多少 1加上1的平發 對不對 你這邊要加7 我目前是不是減1 減1 所以是不是要加8 對不對 國中的寫法 是不是把那個4 再把它 再把它 除過來 對不對 我們高中有時候 物定會把那個4 如果你把它4除過來 就這樣 Y等於 負的四分之一倍的 S 加1 平方 除以4 除以4 所以這裡加2 對不對 這是我回到你熟悉的 如果你用現在習慣的寫法 就會把平方寫到左邊 把平方寫到左邊 就會寫成 S 加1過2的平方 它負號也不會待戰 如果是有個負號 負號會移到另外一天 負號會移到另外一天 所以 S 加1過2的平方等於什麼 你這個減2要移過來 它負4再移過來 所以是負4倍的Y-2 我們有時候也要能有辦法快速的 當你知道平方形在這裡 你可以在尾配方的時候 你就把配方不要有負方法移過來 如果沒有關係 你配方在一樣的概念 如果你看新的跟舊的 你知道這個叫A 就是4C分之1 如果你看新的 你知道這個叫4C 你往下移向 所以我是不倒數 對不對 所以怎麼看都要能看得出來 不要搞混就好了 好來 我們把方程式配完了 下一步 它要問你的那些性質 麻煩你 那就畫圖 畫圖 你看到S加1平方 是不是對稱總 或是你看到2次的函數 開口上下 領導係數 所以開口向下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頂點 我們的頂點在-12 -12 開口向下 你要畫標準的拋物線 那個開口 我們用現在的方法都比較好畫 因為那個開口 就是在畫一個正交懸場 正交懸場 正交懸場 剛剛就是那個4C 4C 4C 是不是剛剛我絕對值 就是4 所以我就代表 我往左右各兩單位 左右各兩單位 我剛剛也這個是頂點 不是焦點 這是頂點 所以我們的C 先解出C 這個叫4C分之1 這個叫4C 你的C 是不是負1 對不對 C是負1 你的焦點 是不是就往下 這個是頂點 下面 這個是焦點 我左右各兩單位 大概就畫出那個拋物線的開口的大小 所以應該長這樣 先畫標準圖 所以我就開始寫來 焦點座標往下一單位 頂點座標叫做-12 2 焦點座標往下一單位 是不是就叫-11 看著圖寫 看著圖寫 再來 準線是不是就在上面 一樣準線在上面C的單位 這個高度2 所以準線就叫Y1等於 準線Y等於3 題目還有什麼 對稱軸 對稱軸 其實方指示出來 這個平方的位置就是對稱軸 對不對 所以對稱軸 叫做S等於-1 好 先來問了一個 正焦懸長 對不對 正焦懸長 就是絕對指4C 4對的絕對指C 答案不就等於4 這樣是不是通通可以寫出來 OK 那我們來換你們 來 立體3 3體 再加立體4 好 現在寫完 要留10分鐘給老師檢討 好嗎 所以現在 我覺得15分鐘 來到45分 20分鐘連寫 20分鐘寫到11點45 錄影機先幫老師先提一下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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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